大家好 我是王好奇 这人生战事有许多事并不是自己能够做主的 其中一个就是拉屎 你可能要说了 这个还不是我想拉就拉嘛 顶多别别 找个地方解决一下就完事了 嗯 确实 这看起来是挺自由的一个事 只睡个两天也没傻 但是你能憋个一两天 难道还能憋一辈子吗 所以你看吧 这并不是你我能够做主的本能 吃进去的总得要涂出来啊 不管你的男神 女神 外表都关心了你 他们都要 说到这里问大家一个事啊 你觉得已长有多久没拉过爸爸呢? 一般人可能憋个三五天就到极限了 但是一些心理或者心理上有特殊原因的人 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018年 24岁的拉玛尔勤博斯 加英国的埃塞克斯贝布 原因就是人体运毒 这个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他把毒品吞进肚子里进行躲避运输 过程中不吃不拉直到到达目的底 令人惊奇的是 加拿被抓后却使不承认自己残毒啊 并且拼命忍住排泄的欲望 也让警方没有物证 这种不愿交出物证的方式 警方其实已经见过很多了 但没想到的是 这家伙足足车了47天没有排便 警方由于担心出事 只好暂时释化了它 并送完医院 那么人类真的可以 憋那么长时间的爸爸吗 如果一直没拉的话 会出人命吗 要回答这个 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爸爸的成因 在进食后 食物会依次经过口腔、食管、胃、小肠、大肠 小肠负责对食物进行消化吸收 未被消化吸收的食物残渣 则会进入大肠 大肠进一步吸收水分和电解质 最终形成大便 由肛门排出体外 我们每天排出的粪便量约250-300克 一般在大肠中停留6-48个小时不等 这个主要还是一人而已 粪便形成一定量后 大脑会收到反馈 但是这个时候 如果你因为傻式强行阻断了这个过程 大脑就会收到幸好 认为体内的粪便没有达到释放值 过于几何提肝肌肉便会开始收缩 一转结肠短暂收持 后便便... 呃... 说回去了 这偶尔还好 如果经常吸引得这么旺 大脑和肠道的反馈机制就会受到影响 久而久之就会习惯成便秘 残疾便秘的患者 大便并不会消失 而是会堆积在肠道里 历层历层的就跟压缩饼干一样 全部挤在里面 造成肠梗阻 这硬的就像石头引起各种不死 还有各种毒素的产生 对健康有着严重的危害 前文所说那位憋了47天的哥们 其实还不是最厉害的 心理上的控制便宜 永远不如森理上的天生来的直接和危险 这就要受到先天性的聚结肠症了 这是一种由于结肠缺乏神经结细胞 导致肠管持续肌囊的症状 后面会抑制于尽端结肠 无法通过肠道 是小而比较常见的先天疾病之一 现代医学可以通过手术治疗这一疾病 然而在医学上不发达的19世纪 开战成为致命的危险 位于美国费城的马特医学博物馆 至今收藏着一个巨大的结肠 你可能很难想象这是人类的肠子 肠子的主人被称为JW 1982年去世时才29岁 在他18个月时发生了便秘和护部肿大的症状 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发的严重 到16岁时可以长达一个月无牌便 20岁那年 进入肺城的畸形袖中工人少忙 并被称为气球人 29岁死于浴室中 但是他正在努力牌便 死后解剖尸体后发现 结肠有2.43米长 里面的粪便又有36斤 没错 经常便秘的人也会遇到体重上升的情况 因为里面装的全部都是 说到这里 每天的排便是一个需要养成的习惯 如果做不到每天至少两天一次也还好 不然对健康的影响真的是很大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期见